两名犯罪嫌疑人被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房间中进行审讯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第一指认对方 第二保持沉默 如果两名犯罪嫌疑人都保持沉默 两人都将被判刑一年 如果两人都选择指认对方 那么两人都将被判刑五年 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选择指认对方 而对方保持沉默 选择指认对方的人将被释放 保持沉默准则获刑十年 由于他们都不知道对方选择指认还是沉默 最终结果充满不确定性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选择呢 这就是博弈论中非灵和博弈最具代表性的囚徒困境难题 局外的人可以看到 如果双方都选择保持沉默 显然是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 但如果站在利己的角度 当对方沉默 指认对方能让自己获释 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但显然破坏了集体的利益 而如果对方一旦选择指认自己 而自己选择保持沉默 就将获得最高的刑法 所以绝对不能选择沉默 其实就算双方能互相交谈 但在利益面前 谁又能保证对方不出卖自己 而放弃自己的最佳选择 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所以两人的最终选择 有可能是互相指认对方 其实在现实中的工作和生活中 不管我们怎样选择 我们依然会从一个囚徒困境中 一次次陷入另一个囚徒困境 而把我们放入博弈牢笼中的 你知道是谁吗